深夜0.01分 德克萨斯州的一处街道里 突然吹出一声枪响 一个女人正在风里殴打一名乞丐 旁边的巷子里一名流浪汉也正在被无情屠杀 你以为这是普通暗电吗 其实整个城市都冗落在炮火身中 有的人被摩托车拖行 有的人被无情暗杀 这就是一年一度的美国人类大清洗活动 躲在避难所的人 只要熬到天明 就能再多狗人参传一年 小美和黑哥就顺利地躲过了屠杀 避难所的人纷纷鼓掌庆土 大批民众开始走向街头 各行各业荤芳的原有的秩序 街道上的人忙着清洗昨晚的血迹 小美来到更衣室 为今天的工作正在做准备 最后的电视上播报了今日的新闻 宣告人类清除计划结束 突然记者被一枪抱头 大量抱头涌入街道 但是这一幕小美刚好错过 她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恐怖性 小美在工厂里转了一圈 发现所有人都没有来上班 充满疑问的她来到了后院 这里被观察一头可怜的山羊 好奇心爆破让她慢慢走了过去 她想解救这头山羊 可是但凡有点脑子的 都能看出来这个笼子的构造不简单 这不明摆着是个陷阱吗 就在这时 旁边的垃圾桶里走出来 两只可爱的小白兔 他们操控着机关 眼看就要夺了小美的命 小美大声呼喊 清洗活动已经结束了 但是他们根本不予理会 还好一个状态 此时冲了过来 双方殴打在一起 几个回合结束 她成功地救出了小美 解决了两只可爱的小白兔 但是警察却在此时赶了过来 这下有嘴说不清了 他们两人成了施暴者 晃天花日之下 杀人需要受到法轮的制裁 他们被警察带回 车上关押的 还有另外两名精神异常的施暴者 而此时警察在发现 街道完全乱了 大批民众被屠杀 飞驰的警察 突然被把火箭弹击中 车里的人生死未亡 一名装扮怪异 蓝领失血的黑牛仔 正在绑架几名富豪 在他的世界观里 正是这群人渣 不断剥削劳动人民的利益 才是贫富差距不断增加 在日常工作中 这些富豪药物养味 不可一世的嘴脸 却在此时被这群黑牛仔给打怕了 他高举手枪大喊 EVER EFTER 刚好前来上班的黑哥 听到了枪声 他迅速朝着枪声赶来 而此时的黑牛仔 正在滥用私刑 准备处决这些富豪 你旁的胖子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大声喝道 你没发现这是美国的生存之道吗 就像我们隐形过来掠夺这片土著一样 炸群的一些穷人的劳动力 最后拿几枪赶走了他们 才成立了美国 我们的一贯宗旨就是 看不惯谁就掠夺谁 软都不行就灭了他 朝鲜 越南 狄拉克 阿富汗 台湾 等等等等 不都是在掠夺他人富于自己吗 你知道是谁发起的人力清除计划吗 就是花生堆那几个超级富豪发起的 他们利用你们穷怕了的心理 仇富的心理 去报复社会 去制造恐慌 从而控制美国政府 你以为你在替天行道 其实你已经愚蠢到被人反复利用 你就是他们的走狗 面对公司的咄咄逼用 黑牛仔毫不犹豫地解决了他 而就在此时一旁的黑哥发起了攻击 他利用长大的火力 瞬间解决了这些人 而在打坐的过程中 黑牛仔呼叫了支援 众人来不及伤心 赶紧相互撑扶着尽快逃命 此时旁边的黑牛仔就已经杀了过来 他们不得已登上情节中 赶紧逃跑 这时收音机里充斥着永远消除的波报 路边堆满了尸体和被掠夺的痕迹 黑哥带着人顺利地来到了小美的消失地 而此时的小美正在和车里的尸暴的决斗 受性大发的光头 想在车里干些见目的认的事 但是他完全低估了小美的战斗力 只见他双手抠入光头的眼睛 来了一发指板 随后一个暴击成功甩给了旁边的壮汉 两人成立一生的运气 解决了光头 而就在此时 黑哥也成功赶到 他们赶紧叫使着青天住逃离这所城市 一年一度的大清洗活动开始了 侥幸逃脱的几人在广播里得到了最新消息 出于人道主义 墨西哥边境愿意为难民提供保护 边境开放六个小时 时间一到 边境将全部关闭 届时所有人都会遭遭杀害 看来越过边境进入墨西哥才是唯一的出路 大家赶紧加快步伐前往边境 到了晚上 沿途突然出现几名摩托车武装飞丝 他们疯狂射击 青天住眼看就要被逼停 警方妹子系上信头 拿进现前的加油站捡起的暴徒旗子 大喊他们的口号 这才躲过一劫 他们紧性地行驶在城镇中 此时里边境还有一公里 但是这里军方正在与爆弹飞丝交换 前面情况未知 青天住也无法通过 几人决意 瀑布前往边境 当他们走到路口时 武装飞丝坦克突然出现 对面前区域狂轰揽 炮火中小美和黑哥失散 剩余的人也被武装飞丝包围 他们滥杀无辜 逼过他们互相残杀 否则一方及时赶到 黑哥夺了手枪 杀害了一名尸暴徒 顺利逃走 可这却惹下了大麻烦 尸暴徒发誓要干掉黑哥 他立刻组织所有活着的尸暴徒 前往追赶黑哥 而小美也终于在墨西哥 非法移民组织的帮助下 来到了临时避难所 在这里头和黑哥重新相聚 大家都以为平安无事了 但电视中就传来了噩耗 军方的一处军事基地 遭到了施暴徒的袭击和戴裂 军方损失惨重 只能扯出 整个城市已经沦陷 施暴徒正在挨家挨户的寻找猎物 街道上充满了惨叫声 为了安全起见 墨西哥三方面关闭了边境 合法进入墨西哥的途径 已经没有了 无奈墨西哥非法移民组织 决定故技重施 运送难民跨越边境墙 回到墨西哥 而他们的行动 也被先前的施暴徒队长发现 他带领紧军而来 面对敌人的追赶 这么多难民 不可能及时翻越边境线 此时需要拖延他们的进攻脚步 为其他难民争取更多的时间 小美和黑哥自觉留下 和其他勇士一起对抗施暴徒 大战一处击杂 只见施暴徒越来越近 站在身头的弓箭手 一发炮弹 感觉要坚强过队 双方立刻斩见火拼 但敌人实在是太多 众人一会儿就淡尽凉绝 面对施暴徒的魂蜂烂炸 小美等人则就掏之夭夭 他们来到了下一站 就是上山必经之路的木屋内 等敌人上前搜寻时 立刻从黑处蹦出来 一发入魂 混战之中小美不幸被俘 头目逼迫他们束手就擒 却要不是黑哥早就照到了背后 拿着绳索一下解决了他 而那些难民也在此时 成功翻越了冰镜线 看到此处是不是觉得哪里不对 这部电影怎么时时刻刻都在黑老美 中心思想就是这个国家烂透了 已经无效可救了 真佩服编剧 全球都不敢说出的话 让他通过电影镜头表达了出来 黑得不错 这个国家确实烂透了 我是初遥 我们下期再见